好,現在來到三角比這課 希望大家已經溫屬了psychosite tangent 接著我們現在決定把psychosite tangent發揚光大 意思是除了三角形之外 我們現在XY軸也要用psychosite tangent 好,首先學點東西 我們說現在有一個象限 名字很奇怪 其實很簡單 現在XY軸就把整個平面分成四角形 我們的原則是這樣的 我們每次計算角度 必定會由X軸正開始數起 然後數的方向是逆時針 每次計算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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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1度還未能出 這隻就算是30度 好,例如今次大約是170度 170度即是180度 比較少 所以我們由這次計算,一直數數數數數數數 180度就剛好到旁邊的線路 今次比較少,170度大約是這個位置 我們就說這隻角是170度 而這隻角就剛好到障限2 所以我們知道,障限4的角是最大,障限1的角是最小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我們有正的角度,有負的角度 即是,如果我們向上量度是正數 今次反過來量度,就是一個負數 例如這個是150度,正150度 正可以不細寫 反過來量度,當然是負150度 因為你站在前面,然後移向後限 移向後限,移向後限,移向後限 移向後限,移向後限 但圓形最特別的地方,就在於 可以帶領先後限,移向後限 你這條線 你可以移向後限 你這條線 或是可以從正路限為你這條線 這角度是為了想說這條線 但原來我反過來,這角度也是指同一條線 所以,負150 所代表這條線,會和這角角代表這條線相等 而這角角角,而紅色這角角角的怎麼找呢?很簡單 這兩個角角在同一角是輪轉,是剛360度 所以上面這角角,是360度,減走下面幾大,150度 不要先用正形負,總之150度那麼大 所以答案是210度,就是這樣 所以負的角度,其實也可以用正的角度去代表它 只是在這方面,或者在三角比的世界裡面 我們說計的角度是可以騰騰的 然後你夠聰明的話,你就知道了 其實我繞多個圈,依然在說這角 其實遲些會說,再加多360度,其實也在說相同的角度 下面,幫我試一下做了它 我們現在要一樣,從X軸的正開始 X軸的正開始,逆時針這麼多 量度的角度,讓我畫一條線出來 然後寫回它是1,2,3,4,哪個帳範